大家好,我是每一組蜜,大家好,早安,早安 我們今天繼續回到物語飄零之生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喜歡我可以通通隨著訂閱我 或幫我點個喜歡還有分享 那我們開始今天的遊戲 好,那上一次我們應該是來到了記憶的世界 然後要在這個世界拼湊出我們的回憶 然後我們再來找到這個消防員 奶奶又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跑去哪裡閒晃了 但我老了之後也會變得像奶奶那樣吧 我和奶奶都是在這個村子出生長大 不過至少不要變得像十字路口的那個大叔 正中間的那個實習教師 佐久間同學在哪裡 得告訴那孩子現實 我可不要再次見死不救 對,就像那傢伙 所以我現在要找佐久間嗎 咦,擋在路上的人 稍微等我一下,我去跟他說說 我可是在守護這個村子 我是知道啦 但有人覺得很困擾 你說什麼 像你這種外來的人 說什麼鬼話 我才不會讓你通過 我可是默默的愛著全村的村民 不不不,這種事情你不說 誰都不會察覺到耶 只要我一個人的話還有點困耶 是,是,是,是要讓其他人去幫忙呢 咦,洗著路口的大叔 那個大叔確實只會聽村子裡面的人的話 正是的 我是消防隊的人 也算公務員吧 也只能去一趟了 欸,你看嘛 我可是青年團的年輕王牌呢 呵呵 他一直 對 現在青年團這件事情 非常的感到自豪 大叔,沒事的啦 你就讓他過吧 可是 我怎麼可以讓外面的人通過呢 好啦好啦 而且啊 這個女孩子 是村裡的人喔 不過應該說以前啦 什麼 是這樣 那你早點說啊 就算是以前的人 也算是村裡的人 就以村裡的人口問題來說 我也超級歡迎啦 你就不能稍微也把我當村裡的人看待嗎 外面的男人只會把村裡的姑娘娶回家 不行,我不準 你啊 你啊 真的有這麼愛著村子嗎 喂 對我的印象有沒有稍微改觀啊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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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就一臉痞子樣了 呵呵呵 像這樣解決村裡的問題 我還挺在行的 但 我對於跳脫村子中嘗試的事情 非常不在行 不在行啦 剛睡醒 一直講錯話 所以 我以前都覺得 你還有那傢伙都很難應付 我不擅長思考 那個 果然 之前媽媽也說過 而且那傢伙之前 一直盯著森林的方向看 神奇也是 有一點 有一點 因為那種傢伙 喔 笨蛋 就是我不能說神奇的壞話 啊,是神奇 怎麼了 自己一個人在外面走間稀奇 今天居然沒有跟那傢伙一起 我就要去車道那裡接他 啊 好 那傢伙竟然需要女孩子去接 真是 愛哭鬼膽小鬼 你不可以說這種話 旁邊那兩個人之前還不是 曬跑跑輸我就哭了 才沒有 才沒有 不對,你有哭吧 你已經過來了 我原本想去接你 對不起 沒關係 喂 那就算上這傢伙 來賽跑決勝負 這傢伙一定跑不快 來賽跑來賽跑 怎麼啦 害怕跑最後一名 慢烏龜 吵死了 之前輸掉還是你們 什麼啊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說了 什麼啊,那就跑太快了吧 不然你才是慢烏龜 他去哪裡了 真是的 你突然跑走嚇到我了 那些傢伙 對你一直都是這種態度嘛 下次給他們一拳好嗎 不行 因為今天我是特地跑去接你的 想說要讓你安心一點 你偶爾啊 到我家的時候 會露出終於安心下來的表情 我覺得你一定是稍微有點害怕才這樣 小孩子會聽到 從那個森林中傳出來的奇怪聲音對吧 雖然我是沒有聽過 但你聽得到對吧 所以我想你一個人可能會覺得害怕 謝謝你 不客氣喔 我真的覺得西姬小時候是一個非常溫暖又強大的人耶 你出門的時候有跟家裡的人說嗎 是偷偷出來的唷 你也是 你要幫我保密 那就用賽跑決定吧 如果贏的話 你就要幫我保密喔 預備 跑 你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擅長的項目 你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擅長的項目 對了 我以前有在阿作禾村到處跑來跑去 是從上小學後 我發現原來自己跑那麼快 我阿 在這個村子裡面比賽賽跑幾乎沒有輸 我為什麼會忘記呢 而且 比我跑得還要快的他 到底是 在這個世界上 有著無法理解的戲和無法改變的戲 就這樣保持下去 難道不行嗎 哇 覺得就這樣下去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 目前為止 現在是至今以後 都還會是我 就算變成中年人 變成老人 我一定也是村子裡面的王牌 繼續解決村子裡面的大小事 好了 這是你的東西對吧 我覺得很棒耶 他會覺得自己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心態 裝上了秒針 但沒有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 好喔 繼續 然後我們要過去 比起來啊 不要先進去闖進來 不認識我們的人 我是不會讓他進來的 好吧 上面咧 酒酒間 好耶 怎麼會過來這裡 晃月針太不可靠了 先說 先說我還不會做些什麼 大姐姐無論如何都很困擾的話 再跟我說吧 不會 不到那種情況 大姐姐不會向我求救 所以這個時候要去找 去找老師嗎 哈囉 eines 左九仙同學在哪裡 咦 左九仙同學在嗎 可以帶我過去嗎 真所謂移物客移物 诶 大姐姐 为什么你还在试图解决我的问题啊 大姐姐真顾忌 而且是个顽固鬼 看管理人半斤八两 我和望远巡警还没有你们那么顾忌 大家都很坚强 特别是比起那边那个教育实习生强 知道的话就赶快带他回去 还是要找你 要来要去真忙 不过你也是这样吧 我也没有资格说别人 但再受欢迎一点会比较好对吧 虽然我很喜欢这个村子 但还是想要娶个都市女孩当老婆 我是青年团的王牌 又是公务员 应该很有希望吧 可是我觉得你要先找一个 找到一个就是对乡下有兴趣的人 这里 这不是变成大人的玉智吗 原来是变成大人的我吗 你带我来这里 神奇失之 这家伙是神奇失之 真的假的 是神奇 那家伙呢 那个爱哭鬼胆小鬼没有妈妈的 够了 好慢 明明今天也约好要一起玩 赶小鬼不叫你快走吗 别只会哭啊 说话啊 他不会 那家伙又把他带到森林的入口去了 气死 你这家伙明明像鬼一样 居然不敢进去森林吗 感恩小鬼 爱哭鬼 可是可是你们这三个人不也自己不敢进去嘛 没有妈妈的孩子 说不定你妈妈就在森林里哦 对啊对啊 你知道紫色鬼其实也是妈妈哦 因为太想要当妈妈了所以一直找很多小孩 你看 说不定他愿意当你妈妈哦 又在哭了 什么啊神奇又是你 那种家伙就别管他们了 赶快来一起玩吧 等一下 谁说你可以上次回去的 为什么 你这家伙老是妨碍我们 太自以为了 总是跟这种性格阴沉的家伙玩在一起 你的脑袋有问题吧 也不会说话 又是个没妈的孩子 这种家伙只要呆着 就让人感觉不舒服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过分的话 比起你们 他才是最乖的孩子 居然打我 你这个暴力母猩猩 你们这种家伙才是 爱吃负人的老鼠 打架了 你知道小朋友讲的话 真的是 让人觉得 你要说他无心吗 我又不这么认为 可是他讲的话又自知诸心 好讨厌哦 好啦不管你们 真受不了 啊 流鼻血了 没事吧 对不起 为什么你要哭 你就是爱哭鬼 就跟他们说的一样 那个我 那个我 对不起 小诗都说想我还是先回家 才不要 因为你还在哭 这样会害我被误会弄哭你 你是个爱哭鬼 可心阴沉 还让人不舒服什么的 我完全不觉得有那种戏 你是个温柔的人 其实稍微有点奇怪 这里很有趣 我很喜欢 不管有什么坏人在 我都会保护你 所以不要哭哦 为什么又哭 我觉得我应该很了解 那个男生的事 他是个爱哭鬼 不怎么爱说话 但是人很温柔 又有点奇怪 而且还提到紫瘦鬼 果然这个记忆是在阿座河村的记忆 你能在有人受害时 把一切都当成是自己的错吗 就算不是自己亲自动手 我 在那时候就这么觉得 都是我的错 事实上 任何事情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原因都不是只有一个 当然那种事情我也知道 但是 让我把错都推给一个人 悠悠哒哒的活下去 这我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只有自己 继续背负着罪恶感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恐怖 最后 那分恐惧意见增加 我才决定赶紧逃离这个村庄 你一定会和我一样 落得同样的下场 因为你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当作是自己的错 你最好能察觉到这个事实 因为你那样做 你周围重要的人都会受伤 即使你等 特责自身的罪恶感与厌恶感 会使人变得孤独 最后却觉得那样子反而比较舒服 但这样子的情感是很有趣的 不希望其他人也变成那样 他其实也是个温柔的人 他这样的话 能把小时候的所作所为归类 再不懂事吧 我在想 看起来要开始动我 但仍然不会动 好啦 讲大姐姐 意思呢 你正在烦恼对吧 我说啊 大姐姐真狡猾 只顾着其他人都不好好爱惜自己 就只是都自己一个人努力而已 我觉得大姐姐 将很多的事情都想成自己的错 嘿 你到底在怕什么 西芝 你怎么又把地下室的钥匙擅自拿出来 对不起 对不起 紫师 为什么不可以进去 那是因为你还是小孩子 在那里会被紫兽鬼发现的 孩子绝对不可以进去 紫兽鬼 为什么会在地下室 那是因为师芝 我们家族被大家称为法师大人 为了不让森林里的任何东西跑进村里 事事大概都守在这里 那么把他打倒的话不就没事啰 爸爸 爸爸跟爷爷能打倒紫兽鬼吗 打倒紫兽鬼? 我刚才才在跟他说明 为什么不能进去地下室 石芝 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 爸爸和爷爷还有其他人 大家都只是普通人 哎 闲智 爸爸你也知道了吧 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个身份 哎 你这家伙 紫兽鬼是真的存在哦 那件事我知道 西芝 如果你哪天碰上紫兽鬼的话 而且还被看上的话 紫兽鬼就会无时无刻 不停的呼唤追逐你 即使小孩子把他忘了 他也会让你想起来 并且把你抓走 如果变成那样 我们会尽全力保护你 但不论是爸爸还是爷爷 我们都没有打倒紫兽鬼的方法 所以你还小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进到地下室 也不可以进到森林 嗯 嗯 知道了 好 乖孩子 好了 世芝 今天你也要跟那孩子一起玩对吧 他也差不多该过来了 只是今天开始好像暂时都是雨天 你就乖乖的待在家吧 嗯 所以就说了不可以进到森林里 不可以 不可以哟 嗯 那个 那小狮有一定会变成法师大人吗 嗯 因为我是女孩子 所以应该不会吧 比起那个等长大以后 我比较想要做更有趣的工作 我得欢啊 我想成为能够制作夜光石的人 好吧 是制作项链之类的吗 嗯 毕竟你很喜欢漂亮的东西 而且夜光石还能当作护身符一定很漂亮 有人打电话过来找你 还蛮急的 赶快回去吧 我会开车送你回去 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西姬乖乖在家待着 西姬那个 他是他的爸爸 昨天工作回家时 遇到了土石流 虽然村里的人马上就赶过去救他了 但是 妮莎挖开时代太花时间了 他就这样 哦对了 不管是那个家还是那个小男孩的事情 抑或是那天的事 我都知道 这全部都是真的 是我的记忆 我是在阿座河村的那个家出生和长大的 但为什么我会忘记呢 想不起很重要的事 大姐姐经常会将所有事情揽在自己身上 甚至到有点危险的地步 其实你是知道的吧 大姐姐 你是记得的吧 记得想要保护谁的那一天 大姐姐 就差一点点 对了大姐姐 最后我要先说 不啊 比起大姐姐对我说对不起 对我说谢谢的时候 我一定会露出更开心的表情 温暖的人 小男孩正在哭 哎 难道你是 为什么一直在哭呢 那么你要留在这里找那孩子对吧 我带祖酒坚先离开 毕竟不能继续在森林里闲话 一旦确保祖酒坚的安全 我也会马上带人回来的 如果找了一阵子也找不到的话 就算只有你也好 一定要回来 你刚刚是怎么过来的 我超好奇 怎么办 怎么找 那孩子在沼泽里哦 让我见妈妈 好恐怖的脸 但是有听见声音对吧 所以没事的 找出来吧 在飞声跳入前前向往混杂的声音之前 你所制作的漂亮的发光的石头 你知道在哪里 一定会拯救你重要的人 然后让我看看妈妈 这里吗 你一弹 他只要手上拿着那一把刀就没人敢靠近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好可怕 好可怕 闪一边啦 不让你过 我一定要消灭他了吗 可是其实我不是很想要动手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不要这样 不要杀我 不要把那个挤向这里 不要喔 好過分 約定不需要你 媽媽已經把你給忘了 想要的只有那孩子 不需要無懷的你 我在想說 一開始被抓到的應該是虛核 然後後來就 就是也許獅子代替了他 你要砍媽媽嗎? 好煩人 沒有你就好了 明明是事實 裡面傳來數量眾多且吵雜的聲音 你為什麼要妨礙我呢? 反正也保護不了 明明全部都是你的錯 這是殘忍過分的傢伙 明明就很悲傷 明明就好傷心的不得了 反正好不猶豫 好可怕 好可怕 走開 走開 如果可以的話我盡量不想要殺人 不要 快出手 不要快出手 媽媽掰掰 找到了 喂 你啊 總是這樣 像那傢伙一樣 要殺我們多少遍才甘心 總是這樣 要守護 那種沒有意義的約定到什麼時候 好痛苦啊 你聽說了嗎? 你聽說了嗎? 恰恰家的兒子今天早上失蹤了 說到恰恰家 他們家父親不久之前也才剛過世不是嗎? 是啊 他們家母親已經去世了 現在連兒子都失蹤了 真可憐 這簡直是帶來不幸的孩子 總之雖然在村子裡面找了一下 但是沒有找到人 雨這麼大 再不快點找到 可能真的要出事了 如果那孩子是跑進森林的話 那麼誰都找不到了 為什麼都沒有人願意來認真的尋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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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聽了人家說紫瘦鬼是媽媽 才會進入森林裡尋找媽媽的 下著大雨 道人們也不願意進森林去幫忙找 我飛去不可 我飛去不可 因為我和他約定過 你在哪? 這邊有路? 好黑好假 好像快沈下去了 沒有辦法走 怎麼這麼堅 exhibition 剛剛好像聽到了誰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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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的聲音 小孩子的聲音 沒事嗎?是指什麼? 這指他嗎? 是指那? 快到了 都指他嗎? 这里是哪里 给点回应吧 我来救你了 我们一起回去 妈妈 你在这里 对了 对啊 回去吧 小时他一定会担心 干不放我吗 孩子也 为什么你身上有令人讨厌的味道 是叶光石的味道 好恶心 是那个男人的味道 可是 成为我的孩子的话 或许就能爱你 把他咬碎脚烂 让你变得碎碎烂烂的 再让你回到我的肚子里 可恨又可爱的孩子啊 我们来订下约定吧 我们来订下约定吧 烂水银器 不可以 小时快逃 不会让你逃离约定的 让你 求求你 放过他 没办法从约定中逃离的 求求你 我让他约好了 我一定会保护他 不会让你逃走的 那 那我还跟你做约定 不可以 不要 因为 这种事情实在太悲伤了 你被一个人留下 一定很孤单吧 如果 就因为这样不见的话 那种事我才不要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保护好虚后 因为这是我们有点好的 你有着跟我相同血的味道 跟我的孩子有相同的味道 终于 终于找到了 那么我们来做约定吧 可爱的我的孩子 等等 冲着我来就好了 不要把小诗带走 绝对不可以 小诗谢谢你 但是我 你已经代替不了了 我讨厌你身上的味道 那孩子 有着我的孩子的味道 我 比起你 更想要那个孩子 但 最开始跟你约定的明明是我 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所以 不要现在 马上带走小诗 约定 你这种 讨厌的味道 的家伙 根本不可能遵守约定 为了 那个跟我有相同味道的孩子 跟你约好 只有这次放过你 相对的 你要付出代价 用你的那具身体付出代价 用你的手脚头身体 到处都是那个讨厌男人的味道 所以 你要付出的代价是 从你的 唇中发出的所有哔语声响 这是那个男人从我身上夺走的东西 你再也无法发出求救 总有一天 一定会实现约定 你们是逃不掉的 哦 难怪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没想到你居然立下了约定 只是 真是太好了 托那孩子的福 你才能回来 那么 看着这块石头 不要移开视线 你必须忘记这里所有的事情 包含那个约定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逃离那个约定 最后说声谢谢吧 石之 不行 不可以 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小诗约定好了 小诗就由我来保护 这样 我做了一个约定 在那个物语飘零之身里 因为那件事情 让爸爸妈妈还有爷爷都非常伤心 为了让我远离那个约定 还搬家了 我的记忆也被月光石消去了 不管是阿座和村 还是我真正的家 还有虚核的戏 还有虚核的戏 我想起来了 都想起来了 果然 虚核是因为我而失去声音 因为我爸爸和妈妈离开了村子 因为我他们两个人在城市上遇上了一晚 全部都是我的错 咦?虚核? 你在哭吗? 为什么? 要给我吗? 装饰的石头 这是那个古董中的石头 对了 你学会帮我打磨 你拿来给我了 是一颗很漂亮的石头呢 怎么了这么突然 只要把这个放进石中就好了 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 是我弄哭你了吗? 是我弄哭你了吗? 是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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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哭吗? 你这样斥责自己是要做什么? 你这样斥责自己是要做什么? 接触了那么多阿座和村的自然环境后 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那就把那个零件放进去之后再来吧 最差定的灾害者 无论何时都会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我是做出了无法挽救的事情的灾害者 所以才更加不想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但在那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神奇世之 你会怎么做? 大姐姐 你又在责备自己咯? 很难受对吧? 但是 你也是时候该注意到了 答案 已经就在大姐姐你的眼前哦 游戏 注意到最后 游戏 大姐姐 诶? 诶? 诶 ?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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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刷的丝织 装饰在钟摆上的石头里面有很重要的思念 那个时钟是丝织出生的时候做的 上面的装饰是为了你许愿别人放进去的 爸爸和妈妈帮丝织了什么愿 希望丝织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 即使有痛苦的事情也可以顺利的跨越 嗯 西芝,爸爸和妈妈可能会比你先走 我已经是个老头了,所以应该很快就会走了 你们都等一下 都说了这种教育对孩子不好 如果爸爸和妈妈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会保护你们 看吧,都怪贤子和爸爸说这些奇怪的 抱歉啊 但我想想,西芝,爸爸和妈妈我们都想要好好保护西芝 然后总有一天,西芝也要好好保护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 还是,还是我们也希望西芝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并且能够受到温柔的人的帮助 爺爺,爸爸和妈妈 爺爺,爸爸和妈妈 而我却从那天开始 最后一昧责备自己,独自存活下来 而忘了真正重要的是 爸爸,妈妈,爷爷 你们一直都在守护着我 对不起,还有 谢谢 所以 爸爸,妈妈,我该走了 我还有要做的事 甚至是现在 没有人一直在保护我 虚后 我该回去了 愚后他 现在也在独自一个人保护我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古董中的石头是你给我的对吧 谢谢你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不要哭 你还是一样是个爱哭鬼 总言言之 回是回来了 昏过去了 得赶快送诊所 喂,这里是望月 不好意思 为了救人进到森林里了 失踪的国中仙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因为涨潮 救援会再延迟 怎么会 好的 你说村里 你说村里的人 你说村里的人 对体力有自信的家伙都给我站出来 让人见识见识阿猪和孙青年团的实力 只要稍微通过 就能把拥衣带过去使用管了 不要这个时候 还叫人家拥衣 有时间讲那么多废话 不赶快动起来 哎呀,你应该也不是过来见识了吧 我知道了 大家要好好注意安全哦 你醒了吗 这样啊 村里的人都在 哦,我知道了 荒月寻寂 你醒了吗 车里的人 为了救我们 正在开路 哎,大姐姐呢 你赶快去救她 不行,不能让你过去 我没事,赶快去救大姐姐 现在是打算怎么回到森林里 我有一个办法 我在失去意识的时候 为了呼唤大姐姐过来 我在房子附近 有被小声耳语 什么 一定还有和森林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荒月寻寂拜托了相信我 我相信哦 看了这么多事情 不信也得信吧 你回想起约定了 快点离开森林 没问题,回得去 好,好,好,好 哦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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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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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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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觉得心暖暖 好好哦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还有想说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都会看过 那大家辛苦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晚安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